歡迎收看素食119 凡是大素小素交給我幫你吃好素 有任何吃素的困擾 歡迎寫信或者上網留言給我 雅里最近經常熬夜 我周遭的朋友會跟我說 小心你會爆肝 肝是很沉默的器官 有些時候當你肝已經很不好的時候 可能就已經來不及了 可是台灣人很喜歡喝酒 很喜歡熬夜 所以肝病的比例很高 今天素食119就告訴你 要怎麼樣好好保護你的小心肝 請看今天的節目 肝是沉默的器官 一旦沒有好好照顧您的肝 將會為未來留下病根 這個肝臟是我們人體最大的器官 大概有1.5公斤重 如果右手碰的這一邊肝的右頁 那這個是正常的肝 應該很平滑 肝癌的三部局就是肝炎 肝硬化肝癌 這個可以看到它是肝的纖維化 纖維化就是有結巴的組織 那如果它繼續發炎 然後不去管它的話 慢慢的就會形成一個肝硬化的現象 肝硬化的階段就可以看得到表面 就是這些凸起 就好像我們的苦瓜的表面一樣 那之後每年大概2%到3的病人 就會形成這個肝腫瘤 我們就是所謂的肝癌 那就是一個腫瘤在這邊 所以這是我們肝癌的一個三部局 肝臟是個擁有代謝功能的器官 扮演著去補助儲存糖原 分泌性 蛋白質 合成等功能 同樣是肝臟 還必須製造消化系統中的膽質 它可以說是人體內最忙碌的器官 我們身體上產生的一些廢物 必須要經過肝臟代謝出去 我們吃了藥 必須要先經過肝臟代謝層 沒有毒性的 這樣有肝臟排除 那另外就是它會製造一些蛋白質 比方說白蛋白 那這種是對身體 一個很重要的營養蛋白 如果白蛋白不夠的話 身體很容易浮腫 比方說下肢水腫 肚子變大 那另外就是說有一些藥物 它必須要輸送到身體 各個地方去作戰 跟細菌作戰 它必須經由白蛋白當作是一個媒介 它這些都是肝臟製造的 現代人作息不正常 熬夜應酬樣樣來 無形之中讓原本就盲目的肝臟 承受了莫大的負擔 究竟身處於高壓生活的現代人 該如何呵護他的小心肝 今天素食因已久 將尋找肝臟最愛吃的素 我們要看我們的肝到底好不好 邀請的就是我們的又齊 主持人你好 妳好 王醫師好 尋求大愛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陳又齊 又齊是五入金藏的演員嗎 是 而且也是拍很多大愛的戲 所以這個熬夜拍戲 應該很常見對不對 很常 免不了的 歡迎王醫師 主持人好 又齊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王醫師 王醫師 你趕快跟我們說 到底就是肝不好 會有什麼症重 是的 那個 我們先了解肝的這個功能 它在身體實在是非常的重要 第一個我們吃下去所有食物 都要先向肝報到 包括藥 通通到肝臟去報到 那麼到肝臟報到以後 它要做這個解讀 有些不要的 它就把它垃圾分類出去了 那有些它要儲存下來 那儲存的部分 那包括用肝糖的形式儲存 另外它要分泌蛋白質 那蛋白質對我們身體所有的結構 還有細胞的語言 細胞跟細胞講話 都靠蛋白質 那另外就是說 那個肝還分泌蛋質 所以幫助我們這個 脂肪的吸收等等的 所以肝是非常重要 尤其它是一個很大 而且一直在忙碌的化學工廠 所以肝一不好 那當然很多的問題就出來了 包括第一個就是很疲倦 對 就是那個 我們一起拍戲的 這個另外一個演員 他就說 他以前肝都好 所以就是會一直累 然後就晚上睡不好 可是白天又一直睡 對 而且怎麼睡都睡不飽 是 因為你沒有給肝臟去 好好再把能量儲存 你拼命的把它花出去 就好像說你銀行的存款 都來不及存錢 一直刷卡刷出去 那所以說 你的郵寄存款就越來越少 你都不敢買東西 那也是同樣的道理 所以肝臟本身 它第一個就是會疲勞 因為能量被花出去的 沒有存進來 那第二個就是說 就是會變黃 最簡單是從眼白的地方去看 該休息沒有休息 你就拼命用肝的能量 在工作的時候 那眼白會黃 好 那另外的話就是說 假如嚴重一點 已經導致到肝發炎 甚至膽發炎這種狀況的時候 這個小便顏色就變很 應該很現實 變像茶葉的顏色 那再來的話 還會有那個 然後會長一些斑 爛瘡 會有這種色素 好像蓋在你的 兩全骨的附近這樣 全骨 還有鼻樑的眼睛兩側 甚至於就是很多的濕疹 或者是嚼好多濕疹 會流湯流水 那不容易癒合 像這種情形 就是比較厲害的 肝的問題 因為我最近其實熬夜 還有點兇 就大概一兩個禮拜 每天都大概兩個小時睡 然後我就發現 我最近好像會起疹子 我本來以為是我臥冥 所以會不會有可能 也是像王醫師講 沒錯 沒錯 就是皮膚的毛病 有好多是從肝而來 真的啊 那有人說 那壓力也會造成皮膚的毛病 壓力也跟肝傷是有關係的 那所以很多的這個皮膚的問題 可能你要探討你的肝 你沒有好好休息 或者他錯亂了 那這樣我們該怎麼辦 就是要從哪裡去保養 肝當然就是說 老話常談 就是說 你要早一點 早睡早起對不對 那兩位馬上說 哎呀 不可憐 不可憐 就是敬業的演員啊 就只說幾點休息 我們就幾點休息啊 所以假如遇到這種狀況的話 還有一個屁股 就是說 那你不可能說 你都沒有休息嘛 那這樣一般人嘛 大概只要拍一個禮拜 大概就 還是會有休息 只是可能沒有辦法是在正常睡覺 對 那假如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們就要善用睡眠的原理 就是說我們的睡眠是 90分鐘一個週期 所以我們90分鐘就是一個半鐘頭 所以我會建議就是說 至少是要睡兩個篩孔 那就是說它是三小時一段 那三個小時一段 那你再去忙 然後再睡個三小時一段 那這樣有兩個三小時 你就有六小時 那六小時基本上 生理的需求是可以的 就夠了 我們國內有一些很有名的醫師 尤其是神經外科的醫師 那非常的辛苦 對不對 開到了開很久 還要做學術論文報告等等 那他們就常常會引用這種 睡眠的技巧 所以假如說沒有辦法一整段的睡眠 你至少可以用這種三小時睡一下 三小時睡一小時 那另外就是說 很重要的 肝的特質裡面 中醫的特質 它有幾個特色 第一個它是如收藏 收藏可以 剛剛講的 不能一直畫出去這樣 那另外一個特質 就是它很中那個調打 調打的意思就是說 調理跟那個順暢的意思 就是說你做事情 假如說有條不問 不會混亂 那就沒事 那假如說是一片混亂 那乾脆怕這樣 所以跟內在的節奏也沒有關係 對 對 節奏 放鬆 然後做什麼事情 就是一直好好的 行零流水的去做 做起來也就是會比較好 是 那像是 知道了這個生活的方式之外 那飲食上要助力什麼 飲食上來講是影響很大 有的說 我後夜 我來喝一瓶什麼 教育還有人 有沒有 蠻叉叉牛 對 或者是什麼的 那不管這些 或者是用咖啡等等的 它只是 強迫你把你的存款再拿出來花 或者是借錢來花 對 我覺得如果喝咖啡 或是喝那些提水 然後會有一種 那種很興奮 但是覺得身體空空的那種感覺 是的 所以事後反而會更加的疲勞 所以那個是借錢來花 或者強迫提錢來用 我比較不建議這樣 那所以這種不得不熬夜的時候 反而要注意說 幾個忌諱的事情 第一個忌諱就是說 不要吃太高熱量的食物 那這個很容易就 你會這樣做 哇 現在很忙 所以我一定要吃大量的食物 才能夠應付底下的情境 對不對 結果你吃大量的食物 肝臟就又要忙 忙這些食物了 它就更加累了 就是不要給肝臟再更多的負擔了 有哪些食材是對肝比較好的 這些我們兩個印象液都很需要 我們看到前面這一盤 其實就很典型是 對肝很好的素食的材料 可是這就是我們的 收菜水果啊 對 那大家看到這個綠色的 綠色的花椰菜 像菠菜這些 只要綠色的 還有這個像蘆筍 或者蘆蕙有沒有 這一類綠色 它基本上都會肝很好 所以綠色可以養肝 所以當你必須熬夜 或者是肝很疲勞 小的時候綠色的要多吃 那第二點就是說 它這個像這個我們胡蘿蔔 在中藝的杏味裡面叫做肝 肝的滴滴的 肝滴滴的那個肝的 所以肝甜是對這個肝臟比較好 所以肝 你們兩個講不是肝嗎 好 地瓜 蓮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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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辣雞 辣雞 辣雞 對 你看又欺負了 對 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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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我的國語不好 栗子 那這些它基本上就是說 具有一種肝味 有點甜甜 所以口氣也甜甜嘛 那口氣的話那紅棗應該也 對 紅棗 你看我們主持人真的很聰明 馬上 另外還有一個特別提的就是桂圓 桂圓 桂圓 紅棗 這個肝臟都很好 可是桂圓吃它都不是會上火 我有聽說 所以要搭配這個綠色 那有些人它是身體是偏嫩的 那這時候它熬夜以後 它可能會有虛的狀態 虛火 對 那吃了很多這種綠色偏涼的 它可能開始像蘆蕙等等 它可能開始會覺得拉肚子 或者胃不舒服 或者更無精打采 會嫩嫩的感覺對不對 所以這時候你適量的用一些桂圓 或者紅棗的時候 就可以稍微拼好 就不會讓它太難這樣 所以就是譬如說 金粒湯也應該也可以吧 金粒湯 金粒湯 打著那個蔬菜 所以這些像龍眼 尤其是假如說長期熬夜 或者乾很忙碌的人 那個眼睛就很容易模糊 或者是視力會衰退 對 而且晚上就是要熬夜的時候 隱形眼睛就戴不進去 所以會覺得很乾很乾 很奢奢奢 然後就會模模糊糊這樣 所以醫生 那如果常常會口乾舌燥 也算是乾油 跟這個有關係 那假如說你要看得更仔細一點 你要看舌頭的話 舌頭的尖端跟兩邊 它會紅紅的 這種就是很典型 它這個火已經上來了 所以就是說 當你乾疲勞的時候 用一點點乾涼的 不是乾熱的 就是有一點乾味 有一點涼性的 這種性質的 甜甜 涼涼的 對 這樣是最適合的 那它很害怕那個辛辣的 陷阱有沒有 想說我已經很累了 吃個辣一點來提神一下 有沒有 這個甜點不好 另外鹹的也不好 還有一個很忌諱就是油炸的 這個時候你的乾脹其實負擔更大了 那像譬如說其實熬夜的時候 大家說實在心情不會太好 就是那種會覺得好像又看到 第二天的太陽出來了 所以那個心情也會影響乾的狀況 這個影響超大的 真的嗎 超大 所以剛剛講說 乾本身它就喜歡調打 調就是有調理 你不要亂了 亂了我就很難做事嘛 亂一天沒關係 天天亂就吃不消 對不對 一切要按計畫 行事 你就會很安定 所以 乾是最怕悶的 那什麼叫悶呢 就是做事情不順暢 不順暢 譬如說你比你心裡這樣想 結果沒有那樣成 然後這老是好多的 所以矛盾就會導致到這個 我們叫乾氣欲解 那乾氣欲解呢 台灣有話要說嗎 鬱嘴 鬱嘴 所以很多事情你就想定了 就好 譬如說拍戲真的很累 收入還不錯 可以的 對 就是讓你自己調試一下 對 妳找一個 往何方上去想 妳找一個 看到第二天的太陽就說 難得可以迎接太陽這樣子 對… 所以其實我們講到乾 還是跟情緒有很大的關係 對不對 什麼時候會最開心呢 就是吃到好料理 接下來呢 阿瑋師傅就做一道養乾料理囉 到底這道料理要怎麼做呢 好 它的食材用得非常的豐富 所以它的種類大概是超過六七種以上的食材 那薑黃的話我們大部分就是咖哩粉裡面 我們都會有加到薑黃嘛 所以我們今天就拿了一個咖哩粉來使用調味的部分 那一般的羅漢椒我們都是 大家都有吃過就是做成一種蠔有口味的 它是一個比較普遍的一種口味 那我們今天把它口味稍微做一點調整 把它做成一個咖哩的口味 那我們開始來做吧 好 那我們部分食材已經有先切割了嘛 那像蓮藕我們一樣就把它切成塊狀 其實這道菜裡面有很多真的都是對乾很好的食材 像蓮藕就是 對 就是需要一些比較 清涼的食物來降肝火 所以我們把食材全部都切成比較小塊對不對 對 就把它切成一樣的形狀 這個我以為是它是酥狀的耶 其實它是軟軟的 它本來乾的時候是酥脆硬的 那泡水之後它就變軟的 所以這個買來要先泡一下水 對 先泡水 它大概泡多久啊 泡軟就好了 大概是10分鐘左右 這個是 馬蹄 這是蠅茄 蠅茄 我們稍微把它對切 一樣就讓它成一個小塊狀 這麼大塊啊 蠅茄這麼大塊不會吃起來超級脆的 會 它就是讓它有一個脆的口感 所以今天的口感裡面我們大概都有 有軟的 有脆的 有硬的啊 然後有香氣的東西 那我們現在先來熱鍋 我發現一個阿瑋師傅明明 阿瑋師傅做菜的時候他喜歡用很多食材 而且都把它切成小小塊 對 對顏色搭配就是非常非常的注重 那我們今天有一個比較特殊的方法就是說 我們一般都會加油去炒咖哩粉對不對 那我們今天就不要 我們今天就是用油來淋咖哩粉 就是不經過乾炒的那個動作 因為我們今天這個菜因為食材很豐富了 那如果說咖哩粉再把它炒進去的話 它會變得有點細細點點的 所以變得很雜亂 然後會有點不是那麼的 看起來不會那麼乾淨的感覺 所以我們就利用油來淋我們的咖哩粉 那待會我們用一點咖哩油去調色 把那個顏色 直接把那個薑黃弄成是咖哩油 對對對 我們看到溫度夠不夠 它現在有冒泡泡了 油放下去它整個就冒泡了 對這油溫就夠了 我們要讓它有一點泡泡 那個油放下去之後還要攪拌一下 對 我們那個咖哩粉它自然就會融在油裡面 那待會它就會沉澱了 就是它多的咖哩粉的部分它就會往下沉澱 好那現在我們鍋裡就是留一點魚油 就是不要完全倒太乾 那我們現在就直接來炒了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薑片 薑片鮮 對 先把它爆香 食材都看起來好整齊喔 還有啦 再來就是不容易熟的食材 也要先下去炒一下 不然待會你的食材可能有的已經太熟了 有的東西可能太硬了 這個胡蘿蔔需要些時間 還有我們的蓮藕 這種根莖類它需要的時間比較長一點 所以是用大火先炒一下 對 壁齊 壁齊 馬蹄我們把它加進來了 馬蹄也是稍微可以耐炒一下 所以根莖類的食材 我們先加下來喔 這溫度好高喔 好 有炒香了之後我們準備了這個高湯 這高湯其實在家裡都很簡單 我們只要準備一些像 我們有切高麗菜 還是一些根莖類的皮 還是它的腥的部分 用不到的部分 我們就可以把它拿來熬高湯 可以加一點昆布 然後一點有玉米 黃豆芽都可以 然後熬一熬它就有自然的顏色 那所以就是說 譬如說你吃完高麗菜剩下的腥 然後還有一些蔬菜放進去 然後再加昆布 對 然後大概煮多久 我們就讓它去熬個20到30分鐘 然後讓它去泡 讓它把那個食材的味道泡出來 對 不需要說像有的說 可能要花很多時間去熬啊 那這樣可能瓦斯會浪費很多 我們就再煮滾讓它去泡沒關係 就這樣有天然味道 那這個水會多一點 因為我們待會是不經過汆燙的動作 我們是利用這個高湯 去把所有食材都把它煮熟 所以我們待會就是再依順序把食材加進來 好那再來就是因為這個是高湯 那這個是乾的 那現在我們把水分擠乾了 我們現在就讓它去吸高湯 把味道吸進去 其實我覺得這個豆類製品 有些時候這種全部都是蔬菜的菜 有時候加一點點 它就是會比較能夠吸湯汁 對 好那菇類我們把它加進來 那金針菇我們就是剝一小朵一小朵 不要斷 不要說多成一枝一枝的碎碎的 就是一小撮一小撮這樣子 對一小撮 然後這個紅棗 那像紅棗大概數量這樣子會不會太甜 就是讓它那個味道出來了 這個紅棗有先泡水 因為不泡水它可能就是不容易煮透 那泡水之後它有一些像太甜的部分 它可能就會跟著水給流走了 可是我覺得就算我肝火有沒有忘 我都應該吃這道菜 因為我覺得好健康喔 好多青菜 然後整個味道也感覺很清淡的 對 那現在假如說我們現在慢慢食材就快熟了對不對 對我們現在就是看最後下那個 最後下我們是下青花菜對不對 對青菜 好那我們看青花菜如果熟的話 這個鍋菜已經熟了 好香喔 好香喔 好我們味道已經慢慢出來了 所有蔬菜的味道都釋放在這一鍋裡面 好這一鍋它就是羅漢栽 它就是說它的食材用得非常豐富 好那我們現在差不多好 那我們看我們現在油跟咖哩是分開的對不對 對這個薑黃粉在下面 然後這個油在上面 對那我們就取上面的油 這樣就我們的顏色就不會因為被那個咖哩粉所影響到 而且我們其實剛剛開始炒這些青菜的時候放的油很少 對所以這時候把油補回去給它 好這個時候這個油其實有點像是我們一般放香油的那個功用 對它本身有香氣嘛 提香的 而且它會增加亮度 我們後面放會有增加亮度的效果 有一點點就是稍微有一點紅紅 有一點咖哩的顏色 對好那我們準備起鍋了喔 那我們現在起鍋起來我們就給它一點點的調味 一點點調味 對 好那我們就起鍋了 快點給我一碗白飯 那我們今天吃套餐喔所以盤子小一點 盤子小一點 盤子小一點 好那我們現在就是 準備了一個剛才我們炸的那個餅乾 這個是一般外面買得到嗎 這個我們自己炸的 我們去買那個墨西哥餅皮 或者是春捲皮都可以 這是中式的食材 那我們現在的做法是把它做一點 比較西式的擺攤 然後就把它稍微擺一下 這樣子 對 那就完成啦 這一道我們的 薑黃羅漢斋上菜啦 融合多種新鮮食材料理而成的薑黃羅漢斋 裡面包含綠色青花菜 以及甘甜的蓮藕紅蘿蔔與紅棗 是一道能夠照顧你的小心肝的美味菜肴喔 我跟又齊都非常需要這個薑黃羅漢斋 趕快吃吃看味道怎麼樣 好香喔 真的沒想到入味 那些咖哩的那個薑黃味 就是有點提味 對 所以基本上還是要常常吃一些綠色的蔬菜 對 然後有點涼涼 偏涼的杏子的食物 要不要菇類也是偏涼嘛 所以它是調配得剛好很平和這樣 而且我覺得像這個薑黃羅漢斋 它做的方式也滿簡單的 然後又可以吃到很多蔬菜 其實我覺得對我們來說是真的很好 對 那它加上那個家裡就帶一點溫性的性質 所以不會使它太涼 所以這一盤就送你又齊 對 所以今天也謝謝又齊 謝謝王醫師 謝謝你們 趕快吃完 吃完才會乾火才會不會忘 這個確明適合的 又那些明信 明信 切了 感谢观看